姐姐今天来到这里 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姐姐希望你没答应姐姐 答应姐姐一件事情 我现在终于毕业了 姐姐你不要骗我们呢 听一妈说你决心一套 被老师推险了上大学的机会 你不要说 我希望你们安心地回去读书 姐姐现在可以工作了 姐姐现在养得活你们 相信姐姐一定能够供你们上大学的 现在的大学离你很近 而离我们还有很多年 你学习又那么好 并且老师也推险你去上大学 你应该把大学读完才是 你读完了才有更好的工作 能拿到更多的钱来跟我们读书啊 如果你现在毕业了 可是你去打工 一个月才有多少钱 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你怎么还能养活我们呢 这么多年的苦我们都受不了 还差几年 我们还可以坚持 不要说了 并且你的大学是你自己的心 最大的梦想 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是 我工资虽然不高 但我可以打联工 找别的工作 我可以有几份工作 那你上完大学 相信我一定能够得起你没上大学的 难道你想 那全家里是问你去读大学吗 你们也可以读大学呀 可是你立的大学是最近的 难道你们想一辈子卖艺 街头卖艺吗 一辈子被别人指的点点 永远抬不起头 我会的 我们可以懂力 你们什么都别说了 现在刚才我回报你们的时候了 你应该上完大学再回报我没 我现在就可以 街头全能会更有 我才是你们的姐姐 如果你现在去 你们以后都不用再去街头卖艺了 我相信我能够承担这一切 就让姐来承担这一切 事实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我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子汉 我觉得我做这些不算什么 只要家里能幸福 什么都可以做到 只要不怕困难 再说 欢欢姐她得了很严重的病 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双手 凭我自己的能力来养活你们 我注意到刚才说到 说大姐生病了是吧 对 大姐生的是什么病 她得的是肠胃肿瘤 必须要马上做手术 每个人都想为这个家庭负责 但是需要冷静 大姐今天来到现场了吗 来到了但是不一定会见我三姐 她怕她会更放弃大学 更不想读书 所以这就是刚才你跟她争执的原因 自从父亲因续求 老师入龄 母亲生病之后 照顾弟妹成人的责任 就落在了大姐身上 可是全家寄予厚望的幻环 却瞒着家人放弃了上大学 希望帮大姐减轻负担